四列的懷舊課程 让长辈们仿佛回到了童年 我就发现说他们其实是能力是有的 就像我95岁的长辈 他在家里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还是 他一晚起他的沙包的时候 他怎么活着 开始 桃园杨梅市制社区服务据点 空间成设就像家里客厅一样 来到这里的长辈都把他当做第二个家 他每一天都很早起床 然后就梳妆打扮好了 然后就坐在那里等 他每一天都是期待着上课 这课程都是他们小时候经历过的 所以他就觉得来这里很有趣 然后也很喜欢来 屋子里这一天充满了炒米香的香气 香气唤起了长辈们的儿时记忆 其实怀旧课程最大的目的就是制造互动的机会 让他有讲话的机会 他帮助别的个案去勾起他很深层的记忆 然后把他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你因为钻头是怎样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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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晒多久啊 都要打几天 打几天 差不多要打几天 打几天 这不怕说太大了 认知问题有问题的长辈 比较有一个状况是 他们其实很难说我找一个话题 还有今天我们要谈天梯 或者谈昨天晚上看到的电视 他们很少能够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角色就是 比如说我们透过那种怀旧故事的课程 不是只是让他停在过去 那我会把他带回现实生活这里来 那起码让他这两个东西找到一个关联 像他之前来这边有那个毛线的课 他就找回到他以前喜欢毛线的回忆 所以他现在就 我家里就给他买了很多的毛线 他就每天就是只要有空 他就不看电视 他就开始勾毛线 就勾很多的毛线 他就很开心 然后毛线勾好了小围巾 就跟大家分享 师智长辈的进步毫无疑问地 也减缓了家属的重担 比较开朗一点 没有那么忧郁 大家来帮我减轻我的压力 他像其他获得帮助的家属一样 一起投入变成得力助手 协助课程进行得更顺利 从大母哥拉到小母哥 从小母哥拉回来 那我们的老师会针对长辈的需求 比如说他的手硬化了 或者是他的脚了 他每天要站起来 你的膝盖不行了 他就会针对这一块去训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透过前面运动训练 兼换长辈身体机能退化 也带动整体认知功能的进步 我们认为不要把师智长辈 就认为是无能的 他有很多的自尊心 他很多的自我价值 需要去重新认定 他自己洗碗 他自己收餐桌 我也吓一跳 所以他来这里上课 你会觉得说 好像对他没有太大的帮助 其实是潜移默化 就是你发现他改变了 生命的改变经常在瞬息间 就进入另外一处风景 我们看到师智长辈们 留下来的画作 透露出强烈的对话感 这些记忆其实是长辈都有的 不管你是正比较状况好的长辈 或者是比较有状况 有时有记忆状况 或者认知状况的长辈 他其实都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生命的经历会透过各种方式 进入意识深处 这些画作也许是基于深处里 想为自己保留的最后回眸 师智这个疾病 也许正在告诉我们 如果愿意好好陪伴身边的人 生命将会有无数的样态 等待我们去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